你身邊的朋友,即是同學仔 會否有時會聽到一些我們常人聽不到的聲音 我幫你問過 高跟鞋原來學校有很多同學聽過 上次跟你們說高跟鞋姑娘的聲音 原來是很多同學都聽過 但大家都沒有出聲 沒有出聲,但如果問的話 原來很多人都聽過 學校原來有幾個同學 現在我們學校新役 是蔡馬會基金、邵逸夫基金給贊助 其他很多機構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兩個 新役,我問外面今天有來的位朋友 以前是一個猴子,有一個猴子架在那裡 什麼叫猴子架? 即是做運動 做運動玩的那些 很大型的大塊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現在才遇到這個朋友 我現在看到新役 已經是幾條大柱 撐著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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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著那個天花 撐著那個天花 對,撐著天花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以前的舊馬 是怎樣 可以說是 他們要救生才經歷到 然後我經常見到一個女生 不是穿現在的校服 因為現在的校服是半截裙 是蘇格蘭裙 但以前的校服原來不是這樣的 即是曾經改款 曾經改款 校徽不是這樣的 你知道校徽以前的校徽一定是頓排型 校徽一定是這樣的 現在不是的 然後呢 我當時 剛才是換校徽 我入學校幾年之後就換校徽 我早就小認識 那時 我本來學校有一棵石樓樹 我很好奇 因為我結了一個石樓果 我好奇沒見過 在街上也買過 但石樓樹我沒見過 那我的老師就跟我說 那些人說石樓樹結了果是好的 你去看看 那我說什麼叫石樓 那時候也沒吃過 那我就好奇 我看老師說這些 然後我一看上去 我就覺得 寒一寒 你見了什麼 我告訴你 有幾條大廚 撐著天花板 那天花板有些射燈 其實平時不會開 那她撐著天花板的位 我看到那女孩在爬 我看到那裡爬什麼 我讀了這麼多年 我不知道她爬什麼 但經常看到她爬 然後 終於碰到我現在的朋友 她才跟我說 以前學校有個猴架 原來她是爬猴架 因為我試過夜晚 我真的說 雖然那個猴架 沒有了 但那個女孩 仍然在爬 你的意思是 對 因為以前 很有趣的 她跟我說 因為我晚上 就靜靜靜靜 這件事千萬不要做 麻煩你 看那些姑娘不覺 走到樓下 即是由宿舍走到樓下 是走到的 即是看那些姑娘休息時間 現在應該難很多 現在有八路電視 然後呢 但走不到我身翼 但微微都 我想她的猴架 應該是挺大 看到都有人爬 而且她爬到上一樓 很忙 然後 我看著她 然後我看到有一次 她急聚下來 我懷疑 她究竟是否在猴架爬的時候 意外失足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 學校裡有人意外失足聲明 還是真的有這些事發生的時候 學校會蓋住了 不會讓學生知道呢 如果意外失望的話 我就知道有一次 就不是關這個事 因為這個實在太久了 因為校服都不同了 即是很多年 可能校長先生已經換了朝代 已經換了了 是的 因為我再之前的朋友 現在都死了 那個簡直是 朋友都死了 是的 他之前也有說過 死了之後 會打電話跟我說 很愛我 那那個呢 我完全記不見你 那個校長是外國人 我都沒有見過 是 社監會做老師 一次過做兩份工作 那個老師已經退休了 現在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 如果有失足 有一次我就在幼稚園做義工 和一間學校 那個幼稚園的平台外 就可以放一個小朋友的泳池 即是催泣的那些 催泣的那些 催泣的那些泳池 那時候我不是玩泳池 我那時候小朋友沒有這些東西 我小朋友那時候 它外面已經是一個吉的空地 然後我去做義工那一年 就有一個 好像公園一樣 有一點滑滑梯 很矮的滑滑梯 根本不會出事 跳下來也不會出事 但是有一天下雨 那些姑娘說 哎呀你快幫忙啊 Crystal 叫小朋友進來 那些小朋友下雨 哇很開心 玩水啊 玩水啊 瘋了跑啊 就算看不到也到處跑 摸著來跑 很危險啊 那我跟那些姑娘 就像麻鷹捉雞仔一樣 衝過去 撿回那些小朋友 進去室內 嗯 嗯 很可愛的 他們很乖的 你撿回到室內 他就不敢出回室外 嗯 那 撿完 我就拖著幾個 這樣 撐著兩隻手 撐著兩隻手 撐著兩三個 進去之後 那個姑娘就砍了一扇門 接著 我就跟那個姑娘說 因為有一個 其中一個說要去廁所 嗯 那我聽到 我去完廁所 跟我小朋友 我聽到砍了一扇 在途中聽到砍了一扇 就是姑娘關了門 你整齊了小朋友 那我看著那個姑娘 我跟姑娘說 姑娘外面還有一個四眼仔 姑娘說 數齊人的啦 我看見她一扇一跌 就不見了 我說還是沒事了 這麼說 我說看錯了 這麼說 那這個姑娘比較新 嗯 那舊那個姑娘呢 就拉了我一邊 就跟我說 她說其實那天不是我當值的 本來 我說怎麼了 她說那時候 剛剛有人捐了一個 催棄的泳池 過來學校 大家過來玩 催棄泳池 都有幾級仔給你上 嗯 她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上那幾級仔 那時候她就滑倒 就撞到頭 打到扔撞到頭 然後她撞到頭 最初她會喊 就是會喊 好痛 她不是會喊 痛 她會喊 哎呀 那姑娘就看到她的痛 開始放大 嗯 那姑娘說 你知不知你是誰 她適應的姑娘她是誰 我問那姑娘 你知不知我是誰 她都會喊的姑娘是誰 然後她就問那姑娘回頭 你是誰 我是誰 是誰 然後就沒有她反應 那這個小朋友 最後來是死了 那其實我想問 她最後來 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 也不認得那姑娘是誰 那其實她是失去了 意識 還是她是有東西上了身 還是什麼 沒有失去了意識 因為她真的撞到頭 她那時候開始放大 然後沒有了意識 但是原來她一直在學校 但她就 你要合適她是下雨 不要走淚 要那個時候下雨才會出現 因為我在學校做義工 我上中學就可以做義工 首先我少了六 還是中一 我忘記了 總之是過了一段時間做義工 我發現她不是每次下雨才會出現 她是每次下雨 我想要特定的 會不會天陰 總之是要特定的情況才會出現 很有趣 她不一定下雨就一定在 但這些靈體 你見到她 但她是否意識到你見到她 她意識不到 她不知道你見到她 不知道 如果是的話 她們會嘗試走過來和你溝通 對 因為我剛好去上個月去梅荒 去梅荒吃東西 然後打算走銀礦灣海灘 然後看東西的時候 我說這陣子真麻煩 然後我只是這樣說 我旁邊有什麼呢 有雙鋪 有個清潔大姐 在街上 為何要告訴你 有個清潔大姐 待會你便知道 然後雙鋪上有個蟬棚 突然有個靈體 就在蟬棚插嘴 唉 你都覺得很煩嗎 我生前的老母也很煩 她就指著下面的清潔大姐 即是我旁邊的清潔大姐 我生前的老母也很煩 又怎樣怎樣怎樣 數她媽媽 死了都還不數她媽媽 好不滿 你請煙仔來吃 我講詳細給你聽 然後我立刻拿著我男朋友 快點走 我以為你快點給她吃 沒有啦 我不知道她講多久 我想整個未拍空間節目都不夠她講 你快點聽她講話 讓她申訴一下 把她的申訴拿上來講 她拿上去講她媽媽的不是 不是說什麼特別的事 就是說她媽媽的不是 對 很煩的 媽媽說 我立刻拿著我臨後發 快點走 她真的想有個衝動跳過來 她立刻閃了她 不知道她講多久 但當時她數她媽媽的不是 那個人是什麼年紀 年紀 不是 清潔姐 上了年紀 清潔姐 上了年紀 但是數她那個 是兒子還是女 兒子 什麼年紀 兒子 40歲 很好笑 其實我一直走過 我看見她自己在看山看景 她沒事做 誰知道我很煩 她突然間 你也覺得很煩嗎? 我媽媽也很煩 我生前的時候 我說我已經死了 說錯話了 不好意思 但這個又感應到你看到她 是的 這個靈體很厲害 我想她很吹得 還是她撞呢 她有沒有找你男朋友申訴 沒有 只是找你 只是找我 沒辦法找她申訴 因為可能她比較 看到她也不發聲 你看到會發聲 未必的 有時不發聲 一時一時 真的 很猛我會發聲 有時我都避開不發聲 好像 前晚 前晚 你越說越多 你真厲害 前晚 我睡覺前 我睡覺前 很傻 在近酒吧街 家裡 酒吧街 灣仔嗎? 不是 近酒吧街 突然間 突然間有個靈體 我不知道是否喝兩杯屎水的鬼都會發電 我衝了上來 這裏我住 叫英靈 叫那兩個英靈 你走 這裏我住 你瘋了 你瘋了 我住 你入錯門 然後 她看著我 然後她問我 你有沒有所不合 曾經問我 這裏有幾個樓 然後我回答她 然後她說 這樣 下去再喝兩杯 再 她喝得不夠醉 回不到家 對 要多喝兩杯才回到家 然後人家說 然後昨晚媽媽念經 她又跑上來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 念心經 唸給寶寶聽 英靈說 我就是寶寶 寶寶 寶寶會寶寶 對 因為寶寶也大 寶寶 寶寶 我就是寶寶 然後她說 她又是你 然後我說 你又走錯路 然後她又看著我 跟我說 為何你還沒走 然後我跟她說 為何你又想坐樓 然後她看著我 她又呆了 然後她不見了 就馬上消失了 是的 其實我想問 你有時看到靈體 她的生活習慣 好像酒吧街家宿 其實會不會跟她們生前的生活習慣 都差不多 會 因為我去我男朋友家玩貓 然後那時是晚上 然後我去洗手 我男朋友住了30樓 我不用的 她就在我外面 在廁所外面 喂 你不是一起跑步 我出來 我心想出來會打死 她是否真的想 令到你失去自己的意識 而走出去 不是 然後她後面的靈體很好笑 她半邊身是陰 她是人 然後她說 一時看錯 不用那麼兇 她看了你一半 看到陰 以為你是那些 是的 真的很害怕 很恐怖 好笑 出來一出來一起跑步 我心想出來會打死我 你真的覺得好笑 好笑 你真的很好笑 看到鬼也這麼好笑 很多時候人們自殺 你能否感覺到他們的意識 是被靈體騷擾她 所以她才會自殺 或者 換句話說 當時是他們所謂的時運低 所以就被一些靈體誘惑她 做一些她不應該做的事 例如跳樓 衝出馬路 有些靈體真的會推人出馬路 其實她們不是讓人投胎 所以推人出馬路 還是她們貪玩呢 其實如果她推人出馬路 其實她都是薄一薄的 因為如果她推人出馬路 其實我覺得推人出馬路 這件事很蠢 她是想拿到她的後 因為如果一百歲命的人去自殺 她自殺時50歲 那她是否還有五十歲的陽壽 或者陰壽另一條問題 不懂計算 但不是 如果推人出馬路 那個人是五十歲 原來她70歲已經死 那她是否賺了二十年 即她二十年瘦少一點 是的 這樣計算 她們覺得是這樣計算 但她的陰壽可能會長 但問題是 你不是鼓勵一些自殺的靈體 去害人 去令自己更好 她覺得陽壽是短了 但她沒有想過陰壽可能會長 即是計算錯了 是的 她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實在太恐怖了 很奇怪 為何她們會這樣 即是 借屍還雲 這些叫做 還有很多時候 那區 跳開樓的 不是住在那區的人 自然會回到那區 其實你覺得為甚麼 即是以你的認知 你覺得是甚麼 因為那裡陰氣不好 磁場不好 所以吸引力發生 吸引一些不好的事情 在那裡發生 我覺得磁場是會聚集的 因為有些區域是專門出賣古靈精怪的人 有些區域是出賣不正經的人 不知為何那區 那十年八年都是出賣這些人 是同一類的 很古怪 很古怪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很有趣 跳樓 那區經常跳樓 那陣子之前摺桌 以前沒有安全制 那陣子夾死小朋友 就頻頻夾死小朋友 對,寶寶車夾死幾件 對,很有趣 我覺得這件事很好 我覺得很奇怪 好像我公司那樣 那陣子只是做英靈 那陣子只是做英靈 那陣子只是做感情問題 不知為何是這樣 即是一輪輪 不像人養狗 那陣子喜歡欺事奇 那陣子喜歡踩圈 奇怪 好,我們說回靈界問題 好啊 多怕你沒話說 你有話說就最好 你剛才說的格格和書 是 我突然想起我以前有個同學 他很有趣 他會在學校寫一本拍子寶 日日寫 他說他日日會發夢 發夢自己是一個宮女 他寫是皇宮的日常 即是一個宮女會在皇宮做些什麼 即是他自己會在皇宮做些什麼 即是他寫日記 寫自己發夢夢見些什麼 但寫了很多年了 我拿過來看 但是他的夢 接到才是神奇 經常發夢自己是宮女的那一刻 接到 嗯 他曾經很有趣 他說 他說我也像是皇宮內的人 但是 他說我很快就 不知道什麼事就離了宮 不是有病 是不見了 嗯 他說有個男人幫我 然後我就離了宮 就沒有服侍過我 他說我 他說我也是一個挺凶惡的人 嗯 也有些勢力和地位 但就不知怎樣離了宮 但我有個同學 同學有一點點像樣 他說 他也是宮女 後來就不知怎樣 不知是勾引的皇帝拍什麼 就拿了少少的地位 拿了少少的拳 就做了妃笨 嗯 但是他很有趣 他說 但後來這個女生也死了 在皇宮內 那樣 但是他自己 在皇宮 就說 他是因為 做得好 就做到 做到 不知多少歲 但是他 我現在 我沒有跟他聯絡 但是他真的 一直寫 寫了很多本寶 他真的 我問他幾多歲 開始寫 他都說 懂得寫字 那時候已經在寫著 我覺得很可愛 其實他寫裡面 寫在皇宮的生活 寫在皇宮的生活 他服侍誰 服侍過誰 娘娘 遇到皇宮 誰對他好誰不好 有名字 很厲害 最厲害的是 他醒了還記得那一刻才厲害 通常做夢 你醒了 你是記得自己約了 發了什麼夢 但是裡面的細節 通常都不記得 但是是清朝 他說 清朝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這個 這個女生 好像在學校 因為她讀過幾年書 不讀得久 即是沒有讀到畢業 沒有讀到畢業 沒有讀到畢業 因為她是二一文 但是我和她的房間 當時她都很喜歡玩宮廷遊戲 我們有時候都去玩一下 她又說 會教我們 跳一下那時候 古代的舞 會跳什麼的舞 她記得 古代禮儀 古代跳的舞 她全部都記得 是啊 她說 我們玩宮廷遊戲 我們跳舞 那時候我也有學 跳其他舞 在學校 我們跳舞 我又無聊 吃飽飽無食座 那些人 無心向學 又好 很有趣 教一下我們跳舞 如何 如何敬禮 原來 腳又如何 手又如何 腰又如何 很有趣 整個套餐出來 如何敬禮 頭要如何向 好有趣 角度 完全是一絲不咎 但她說她是一個職位不高的宮女 很厲害 第一她記得 第二你相信她 我覺得 什麼時候都會有 我也覺得 是 可能她仍有著上一輩子的記憶 她說她懂得寫字 已經在寫這些 是 她寫了很多本 但是她無緣無故離開宮廷 不知道是被人殺害了 是我離開宮廷 她在裡面 是嗎?你離開 我離開 你在宮廷跟她在一起嗎 是的 我是一個有權力的人 有少許位置的人 但不知為何離開宮廷 肯定做錯事 我是沒有死 我離開宮廷跟無神 不知為何 你想不到自己 為何會離開 我沒有信實 她告訴我 我離開宮 是她告訴你 是的 她服侍過我 不久 但我是一個很惡頂的娘娘 她說 很討厭 應該是囂張拔湖 那你就改變一下吧 Crystal小姐